你有人情味吗 一个普通朋友 都不说生孩子的事 就到北京了 大包小包的 你来接个飞机 我们都会去一下 更何况 带着你的骨肉回来 然后呢 女生也非常震惊的是 让你说一件最伤心的事 你最伤心的事 居然不是 在于她对你的冷漠 而是在于 还是会向上她爸妈 那不废话吗 你儿子跟你以后关系不好 她能不向着你吗 就你们这个逻辑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不明白 那我表达一点吧 就是人总该善良一点 男生用善良的心 去看待一下身边的人 看待一下 为你生而育女的这个女人 对于女孩来说的是什么 隐忍不如崩溃 但是我劝你也别崩溃 如果你觉得 还能坚持下去 那我觉得 没有什么理由 可以让你离开 这段婚姻了 你千万不要打着孩子的旗号 或者打着孩子的名义怎么样 我只想让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想想 是不是应该有一点点 女人应该有的自尊和自爱 好好地审视一下自己 看一看周围的女孩 是怎么样生活的 看一看周围的女孩 她们的先生 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观 咱们先把世界观掰过来 再去论其他的事情 好吗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许总 你们两个在一起很难说情感有多深 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 都是各取所需 男生说得很明确 女孩就是三方面优点 漂亮 能做家务 并且在外面能给你带来面子 你对她唯一不分开的诉求就是 她能够照看孩子 是的 她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很低 但是她并没有选择离开你 为什么 因为你身上还有她需要的东西 是什么 这就是她给你的优点的三点之一 大方 这就是她在你身上看到的需求 你就是在自我麻醉 她某一句话说你还是那么漂亮 立马你就笑了 你能不能有一些清醒的认识和原则 如果都没有的话 她只能是通过满足你的物质上的需求 来维持这种关系而已 但是她不是爱你 她是因为她自己无法抚养这个孩子 就是这样 至于你们如何走下去 或是能够走多远 不在于我们 在于你们 在于你们之间的利益 是否还能绑定 还能有所图 如果没有所图 你们肯定就会分开的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严老师 婚姻不仅仅是爱情 是感情 婚姻中的男女 其实真的是一个生活的合伙人 婚姻是有很多维度和层性的